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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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了我起来起来哈等等等等起来 你不怕冷我怕冷啊早上就不让我多睡一会儿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钟 出太阳了 这大冷的天起床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 大家好我是徐我现在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 昨天晚上在呼和浩特找了一个小公园 在公园的亭子下面搭帐篷住了一个晚上 现在是上午的八点钟了准备起来收拾东西继续出发 这个小公园很安静没什么人来 小安妮在这玩得很开心 边上有条河 看河面上已经全部结冰了 全部冻住了感觉可以上去滑冰了 昨天换的新帐篷 这个帐篷比较低爱 晚上睡在里面很舒服 保暖效果比我之前那个要好一些 底下垫了两层防烧垫 然后睡在睡袋里面一点也不冷 不过晚上最低气温 还是有零下十七八度的 看这帐篷 内帐上面还有一些 冰花 这是呼吸的热气冻结出来的 我这露营灯上面也是一层的霜 不过还好这桶水还没有完全冻结实 现在把油炉点起来了 把昨天的火锅再煮一下 我吃一点 早上也是喂他一盆鸡胸肉 火锅热了 先吃 吃完再来收拾东西 还有不少羊肉卷的 装备都收拾好了 然后也没有留任何垃圾在这 现在就准备出发 前面有一个公厕 去公厕洗漱一下 现在气温有所回升 比早上稍微舒服那么一点点 呼和浩特这边的公共厕所 它叫清城驿站 清城它不是清城山的清城 呼和浩特蒙古语 意思就是青色的城 买了几个馒头带在路上吃 这馒头真大 一块钱一个 先尝一个 不知道这边的馒头甜不甜 这应该是加了玉米面吧 黄色的 挺软的 但是呢 不甜 我们那边的馒头 蒸馒头的时候会加点糖 是甜的 但这个入口不甜 你多嚼一下还是有点甜味的 挺好 待在路上中午吃 今天直接从呼市转到南下 前方下一个县城叫荷林格尔 接下来是清水河县 从清水河再往南 就进山西了 后面呢就沿着黄河走 呼市毕竟是自治区首府 很大呀 从城区出去 我估计还得两个小时 登了两个小时的车 终于到郊区了 这是好大一片玉米地 远处隐约还能看到阴山的轮廓 霍后特呢就在阴山的南边 赤勒川阴山下 天似穷炉 隆盖斯雅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陷牛羊 打开地图看到呼市周边 有一个地方叫赤勒川旅游区 可能南北朝明歌 赤勒歌中的赤勒川 就在这一带吧 阴山脚下 天似穷炉 隆盖斯雅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 是这么教的 这个读音 不知道现在是念雅还是念野 好像现在课本上很多读音都改了 一记红尘飞子笑 铁记突出刀枪名 现在好像都读旗了 铁记铁旗 感觉一读旗吧 它就没那个气势了 现在到呼和浩特市的荷林格尔县了 今天要不去找营地了 一会儿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来不及露营做饭 一会儿我就找个宾馆住 然后点个外卖 从呼和浩特到荷林格尔中间 经过了一个叫圣勒镇的地方 它是北魏拓跋鲜碑市的第一个都城 北魏的第二个都城是平城啊 也就现今大同 后来到了孝文帝 拓跋鸿的时候 迁都到了洛阳 它实行汉化改汉姓 鲜碑拓跋市呢就改姓园 荷林格尔这边住宿不贵 所以今天住个好一点的房间 168很大很干净 然后有地暖 一进来就有点热 我把衣服都脱了 这边呢 把这些电子设备啊 补补店给它充满 一进来呢 我先洗了个澡 房间里面温度比较高啊 你看我这头发十多分钟就干了 过去的三个月吧 发生了很多事 在B站上面到今天为止 还是有非常多的节奏 所以今天呢 B站的官方工作人员联系了我 我们打算交流沟通一下 可能需要不少时间 所以今天呢 我就不去户外露营 然后不自己做饭了 要不然时间来不及 找个宾馆住一下 然后我已经点了外卖了 先吃点吧 昨晚和B站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一些沟通交流 也是聊得很晚 我现在呢才刚起来 应该有很多老朋友知道 我一直呢 在国内的另一个长视频平台 Bilibili上面更新视频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 在那边更新视频的 跟了大概两三百个吧 有两百多万粉丝 然后流量比那个头条西瓜这边要高一些 大概是三个月以前吧 当时参加了一次西瓜这边的活动 回来之后很快 在Bilibili上面就出现了各种有组织的一些账号啊 就是他们有组织的对我进行各种攻击 一度导致我和B站官方呢 还产生了一些误会啊 然后后面我打算把那边的账号直接注销 然后当时B站的工作人员呢 就赶紧找到我啊 给我进行了一些沟通交流 然后最后呢 就是让我暂时不要注销账号 但是从那以后 我就没有在B站上面继续更新了 没想到三个月过去了 B站上这些有组织的黑子 还在每天不停的发布视频 发布帖子来对我进行攻击 他们把我的视频进行恶意剪辑 添加恶意标题 在视频里面侮辱重伤攻击造谣 不停的引导网友对我进行网报 与此同时 他们还不停的有组织的 在各大平台对我进行攻击举报 比方说我在魔旅东北的时候 我每天露营做饭的时候 都会找一个安全的 不违规的地方生活 但是他们不停的举报我 非法在大小仙里户外用火 像伊春还有黑龙江 还有中央国家中央的森林草原局 不停的进行举报 有关部门在多次核实之后 都确认我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还是弃而不舍的 不停的进行举报 最后有关部门的人 让他们不要浪费公共资源去干这些事 但是他们还是继续 弃而不舍的对我进行举报 包括我这次从北京出来 他们也一直在路上干这个事 还有包括他们有组织的 在各大平台对我的 没有任何问题的视频 进行恶意举报 那么现在还发展到 有一些其中的一些账号 已经开始煽动股东网友 到线下来对我围堵 他已经等于是从线上的网报 煽动网友到线下 直接想对我进行人身伤害 人身攻击 随着他们这些侵权行为 越来越猖獗 我觉得不能够再继续沉默下去了 所以我决定拿起法律武器 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这段时间也有很多朋友知道 我这两三个月来 一直在面对着 有组织的水军的攻击 所以很多朋友向我表达了支持 希望我能坚持住 不要被他们打倒 另外也有一些朋友 切实的给我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其中有一个朋友 帮我找到了水军的微信群 这个群里面有90个人 当然了 这些人隐藏得很深 他们的微信号 包括很多东西 都进行了一些隐私设置 但是我还是得到了 这个群里面的一些截图 可以看到其中一些人的名字 和他们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的 攻击抹黑我的账号的名字 是一样的 这是网报我的那个群的群二维码 里面有90多个人 这是网报群的群主 四川成都的 他们专门在网上发视频带我的节奏 想把我的账号毁掉 其中一些账号发了一两百个抹黑我的视频 看他们用的这些标题 说我公然对抗北京政府 说我引导粉丝网报防洞 还有这个视频光在头条就已经有11万的播放量了 我已经委托律师对他们的侵权行为进行了证据保全 那么现在你们注销账号也没有用了 接下来呢 我将把你们其中的一些人送上法庭 因为你们的行为实在是太恶劣了 当然了 走法律程序呢 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并不会马上就接到法院传票 我咨询了我的代理律师 你在网上发布一个帖子对他人进行攻击诽谤侮辱 只要转发超过500 浏览超过5000 就已经能够立案 你们其中的一些人 一个账号发了上百个视频 甚至有200多个的 总的浏览量少的有十几万 多的有几十万 甚至还有超过百万的 这个行为已经非常严重 已经能够判三年以下了 除此以外 这段时间我在B站停更 那么还有好多账号呢 直接把我在西瓜这边发布的视频 倒发到了B站 有的人自作聪明的 以为把我的视频剪成几段 就可以规避版权 就不构成侵权 我觉得你这个做法真的也有点可笑了 如果你把一个人的视频剪成几段 在倒发的其他视频平台上面 就不构成侵权的话 你觉得我们国家立法的人 他是傻子吗 对这些倒视频的账号 我奉劝你们赶紧把这些视频给删除 如果你们倒的多了 我是一定会起诉你的 对吧 起诉你 你倒我一个视频 你赔两千五 如果你倒三十个 这就好几万了 你自己考虑一下后果吧 再来看这张截图 他们花钱去买水军 然后再把这截图发到网上 然后栽赃给我 然后让网友相信 是我在买水军控评 之前有一个上海阿姨 长期在网上侮辱诽谤我 起诉之后 法院判她赔偿5.5万 并且登报道歉 那么你们这些账号 你们的行为 比这个阿姨要严重得多 你们其中最严重的一些人 已经能判三年以下了 你们自己考虑后果吧 既然你们这三个月都选择 对我穷追不舍 那我只好正面反击 昨天和B站的工作人员 沟通了很久 他们呢也是希望 我还能回B站上面 继续去更新 我也知道在B站上面 还有更多的网友 其实是一直在 默默的支持我的 这里呢向大家说声感谢 这三个月 他们拿着显微镜 不停的找我的问题 找到的最大的两个黑点 居然是可笑的牛肉面 还有那600块的事 我骑行阿里的时候 从无人区出来 那天饿得不行了 到了一个县城 去面馆点了两碗面 一碗拉面20块钱 里面有几片薄的 跟纸一样的牛肉 我吃完之后出来 随口吐槽了一句 我说这就是 一片牛肉都没有 是素拉面 在这些人眼里 这就成了最大的罪证 其实这个面馆 我第二天还去吃过 我还说了一句 我说还是有肉的 对吧 我吃辣子鸡的时候 我还收过辣子太多 没有鸡 我说全是辣子 没有鸡呢 是吧 只是一句随口的吐槽 在这些人眼里 成了最大的罪证 还有那个600块的事 这个就更搞笑了 之前我骑行到东北书兰的时候 在书兰刘一家住了一段时间 走的时候 在鞋柜上放了600块的新钱 后来刘一他们看了视频之后 从微信上把这600块钱退给我 我不收 刘一他们说 如果你不收 我就开车过来 把这个钱给你 你不收 我不让你走 大家都知道 东北人是很热情的 所以我就收了这600块 其实这几百块钱的事 这些有组织的黑子 是知道真相的 因为那天 接我去刘一家的那个 穿红衣服的大哥 他有发视频 在B站上面进行解释 他们就是要这样 歪曲事实 误导不明真相的网友 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网络博助 能够经得起 这样拿显微镜不停地找查 但他们找了三个月 这么多人找了三个月 找来找去 也就是这些东西 还有很多很多根本就是 无中生有的东西 是吧 如果我真有问题的话 你们高强度的找查 找了三个月 我早进去了 那为什么我现在坐在这 还好好的呢 其实我们这些 做自媒体短视频的博主 拍的视频 你是不能把它去和 即时纪录片做比较的 即时纪录片才要求完全真实 并且实际上 它也不可能完全真实 对吧 它也会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 那么我们拍视频的时候 显然不可能把所有真实的东西 都展示给你 举个例子来讲 现在网络上力气比较大 很多人喜欢上纲上线 所以有的时候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东西 我们就不会拍出来 对不对 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是吧 那么你非要在一个自媒体博主 拍的视频里面去 去要求他百分之百真实 那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那你平时你生活中 你会百分之百真实的去把你的想法告诉所有人吗 那不可能 对不对 那么今天趁着这期视频的机会 也跟大家多聊聊 就还有两个问题 有的朋友觉得我这个人太善变了 很多东西变了变去 很多计划又终止了 是吧 又换了换去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做自媒体 今年应该算是第三个年头了 对吧 像拍旗行的话 现在大家拍旗行 其实拍的都几乎可以说一模一样 甚至有一些 有一些博主之间 因为很多那种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朋友 他会学习 对不对 你会发现他拍的视频跟你已经完全一样了 对不对 就是每天前面摆几个空镜 无人机 那个镜头 加点音乐 然后接下来告诉我是谁 我在哪 然后我也去哪里 然后介绍一下路边的东西 然后到了晚上 如果说路边有饭店吃个饭 记录一下 去买点水 买点菜 记录一下 然后晚上找个营地 开始生活做饭 然后边吃饭边聊天 因为发现大家拍的东西已经完全一样了 对不对 那我呢 已经是做自媒体的第三个年头了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这种模式 你拍一年可以 拍两年也还行 你拍第三年 你还能这样拍吗 拍第四年 你还能这样拍吗 对不对 就是我总是试图在寻求一种转变 就是大家都拍一样的东西之后 我想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始终觉得这么多人关注我 那么我有必要去提供一些新的东西 对吧 否则你每天白拿平台这么多钱 也不好 还有那么多朋友 他一直关注你 他看你这么久的时间 他也希望你有所突破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多时候会换来换去 变来变去 就是折腾 为什么要折腾呢 就是希望有不一样的东西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人觉得我拍视频就算在卖财 这个说实在我觉得太冤枉了 一直看我视频的朋友就知道 我虽然在吃穿上面不怎么花钱 所以看起来有点扣扣唆唆 但是如果你一直看我的视频 就知道我的装备是换得非常勤的 我在装备的投资上面从来不吝啬 我做自媒体的第一年 一开始因为那时候粉丝量不多 播放也不多 钱也不多 我骑行到拉萨的时候 然后当时从平台提了2万块钱 全部提出来了 这2万块钱呢 我花了1万订了一辆自行车 就是我后面骑行阿里的那辆自行车 后面再加上自己改装 这辆自行车总共花了1万3 然后在拉萨的一个手机店 花了8880买了一个手机 因为我之前用的手机很差 拍出来不好不清晰 换了这个手机以后 那个画面质量有质的飞跃 然后还有我用到的一些户外的录音装备 睡袋帐篷 还有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只要我觉得它不合适 我就会马上换 所以换得非常的频繁 就拿帐篷来说 帐篷我都换了多少个了 是不是 然后还有我买花一万买的无人机 还有各种运动相机什么的 这次出发的时候 我自己组装的这辆绿色的刚驾旅行车 也是花了1万多 然后从北京出发 一直到现在还在不停的 就是添置新的装备 一路上买了很多东西 所以这其实只是消费观念的问题 有的人注重吃喝 有的人想穿的体面 有的人愿意花钱投资各种 自己爱好范围内的一些 器材是吧 这只是消费观念的问题 这里非常的感谢B站官方 之前有一些误会 那经过沟通交流呢 都已经解决 从我齐心阿里开始吧 几乎每一期视频都会被推上热门 这两年以来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 然后还要感谢B站上 一直以来都在支持我的朋友 包括这段时间有一些朋友 知道我不在B站上更新 到其他的平台来评论 给我发私信 来鼓励我 也请大家放心 我是不会被这些有组织的网络暴力击倒的 同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线索 也麻烦向我提供一下 因为这段时间 对我进行网报的群体不止一个 同时在这里呢 也提醒大家 面对网络暴力的时候 一定不要妥协 对你进行侵权的帖子 如果浏览超过5000 或者转发超过500 那么就已经可以定案了 如果这个浏览量更高的话 它的性质会更严重 最高可以判处三年以下 所以面对网络暴力 一定不要保持沉默 可以拿起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感谢观看